趁着是在我们生命里常常都要趁着一些东西 意思就是你要看着一个机会 白日在这里指什么呢? 就是还有得着福音的机会 白日就是 换句话来说 白日就是神所命定的时间 要你做的事 在这段经文里面就是那个意思 所以趁着 现在你在那个 你在今天 在Slowfield 在马西亚 在加拿大 就是趁着这个时间 但今年2023年9月10日 11日 12日 未来几日和继续 就是趁着你在这个时间 你在这个地方 你就去为主作功 这个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提醒我们的 趁着白日 有一个英文的哲学家这样说 他说 There are those who see the opportunity and those who see the opportunity C 和C 你是哪种? 其实我今天说的大部分 大家都听过很多次 但我想知道就是 究竟你只是体见 还是你把握了? 把握和体见很大分别 体见就是听了当做了 我再说一次 体见就是听了当做了 把握、C成就是听了就真的做了 听了当做了 就是其实没有做 但是听了而去把握机会去做 就是做了的意思 所以其实我们需要趁着白日 我们把握这个我们仅有的时间和机会 哪怕你现在在读书 哪怕你现在在做东西 可能你在等工作 其实每一个机会 都是在那个时刻里面 神要给你工作 让你能够为祂作功 为什么? 黑夜来到 就没有人能作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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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